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一個就是 如果您待會在我們演習進行過程裡面有任何的問題 您可以進到這個白板 那這個白板呢是Google的會頭 它是即時互動的 所以您在上面都可以進行 那最簡單的方式呢 這裡有看到一個文字有沒有 文字框 所以如果您有任何的問題點到它 好 這樣子就OK了 好那我打完了 你的白板上也會同步出現 也會同步出現 這是一個 第二個 如果呢 你覺得我比較會畫畫 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塗鴉或這些工具都可以用 好點下去 你就這樣 這樣我也知道好嗎 再來 如果你是操作的 或者是像剛剛那個 你用複製的有沒有 像這個 我就來這邊 Ctrl加1 好 來這個我剛剛已經換成別的了 來 如果你是這個 你 假設是操作性的問題 你可以把它畫面抓起來 有沒有就貼進來了 這樣我們也可以知道 所以 你如果有 使用這個問題 你可以像這樣 那麼 如果呢 你有跟它一樣問題 不用再貼一次 就是 在這裡有個叫做 清真助解 各位都糾團過 加1 有沒有看到 助解 我就知道 點到哪一個 加1 我們就看到了 好 像這個就是剛剛同學 也有加進來的 那各位不用擔心 你們進來都是秘名的 有沒有看到 這樣 了解 所以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好嗎 只有當你 只有當你用這個註解的時候 你的名字會曝光 這樣了解 這是第一種 那第二種呢 slido的 這個 我們剛剛在這個 OneNote裡面 有沒有 第二種的這個 你只要打開這個網址 如果你是直接打開這個網址 它有一個代碼 你打進去就好了 或者你習慣在手機上 上書也可以 那如果你懶得打代碼 直接 連結這個網址就好了 這樣了解 進來之後呢 你們看一下 在這邊 這個就只是 這邊就比較適合 就是文字式的題目嘛 好 那我把 第一名保留給你 我就不答了 哈哈 在這邊你就點下去 就可以把你問題提出來 這樣有沒有問題 啊 你如果一樣的 你就可以在這邊加進去 就是他們可以 按讚啊之類的 我們就知道 這個比較多的網路 所以兩種方式 那這個其實 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好 如果老師有機會的話 你也可以試看看 就在一般教室裡面 或是演習的場合 這個就很適用 就很方便跟台下做互動 這樣有沒有問題 您可以先稍微試一下